大家好 欢迎来到麦子学院 我们本节课呢来讲解数据结构面试题剖析当中的地规问题 谈到这个地规问题呢 它地规呢 它的数学 以及呢这个程序设计当中 是一个 很重要的工具 很重要的工具 第一个定义是什么呢 就说是如果 一个对象 部分的包含他自己 或者用他自己 给自己定义 则这个对象呢 他就是地规的 如果一个过程 直接的 或者间接的 间接的 调用自己 则称这个过程 是地规的过程 所以说呢 呃对象 地规呢他有两种 一种呢是 地规对象 另一种呢是地规对过程 好的 针对我们 呃这个地规这个问题呢 我们一般呢在面试过程当中的一般 呃经常出现的一个问题是我们的迷宫问题 迷宫问题 迷宫问题 也就是要是给出你一个这个迷宫 让你写出他的一个这个算法 写出他的地规算法 迷宫问题的话呢 它呃是关于程序设计的一个典型问题 我们呢现在呢就用这个地规的方法呢 来求解 迷宫问题 所谓迷宫问题呢 呃就是说是把一只老鼠 从 五顶盖的大盒子 的入口 赶进迷宫 迷宫当中 设置了 很多墙壁 对前进方向 形成了 多处障碍 在迷宫的唯一出口处 放置了一块奶酪 吸引老鼠 在迷宫当中 寻找 通路 以到达出口 如果在迷宫的入口 到达出口途中 不出现行进方向错误 得到一条 最佳路线 利用地规方法呢 就可以获得 迷宫从入口 到出口的 最佳路线 这节课呢 我们就是来给出我们这个迷宫问题呢 来给出他的这个 解决迷宫问题的地规算法 地规算法 地规算法 首先的话呢 我们来 就是定义一个函数 定一个函数 解决 迷宫问题的 地规算法 好的 函数名称呢 返回之类型为应测 名称为这个 sigpass 迷宫 英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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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 从迷宫 某一个位置 XY 开始 XY开始 这是他的地点 每个位置 旋找 通向出口 MP的一条路径 如果 找到了 则函数 返回1 否则呢函数 返回0 我们试探的出发点呢为11 OK 然后呢我们来看 函数体的这个实现过程 首先呢 我们 定义 Izh 英特 Izh 他的目的呢是 用 zh 记录 位置信息 用zh记录信息 然后呢定义这个 X形的 指针变量 性D 但是用D 来记录方向 用D记录方向 接下来我们 来判断我们的X跟Y 是否已经到达了出口 就是if什么呢 X 等于M 按的Y 等于P 如果这样子的话呢 如果说已经到达这个 出口的话呢我们就返回1 Root1 而我们的这个MP呢可以在外部 定义这个 intm 等于20 intp 等于20 好的 然后的话呢 我们来 依次 对每一个方向 寻找通向出口的路径 依次 对每一个 方向 寻找 通向出口的路径 通过for学华来进行选招 也就是D规 for int 我们I已经定义了 I 等于0 I 小于8 小于8 再让I呢进行自家 然后呢 在这放循环体里面呢 首先呢我们设置 G 等于X 加上 moveI 点A 我们这个move呢 是各个方向的偏移量 我们需要定乱 我们需要定义这个 Struct Struct Offset X 印则AB 这是 X方向的 XY方向的偏移量 XY 方向的偏移量 然后呢定义这个 X星型的变量 第二 它是方向 也就是Direct OK 然后呢通过这个 Offset Offset 定一个 move 型的这个数字8 它呢是什么呢 各个方向的偏移量 各个方向的偏移量 OK 然后呢我们需要 定义一个 数组 定义一个数组 Math 什么呢 我们的M加2 P加2 而我们的 Int 可以 需要定义为 Cost Cost 它定义为Cost 它呢是定义这个 Int型的这个数组 好的 接下来我们再继续来进行这个 实现 首先的话呢 接下来是H 等于Y 加上MuY 点B G呢 G呢它是X方向上的偏移量 Y呢是Y方向 H是Y方向上的偏移量 就记录我们的我们的这个位置信息 接下来我们 接下来我们找下一个位置和方向 找 下一个 位置 和方向 他这个D呢 等于Move I I点 Direct 然后呢我们要判断 下一个位置 可通 则试探该方向 下一个 下一个 位置 可通 则试探 则试探 该方向 if Math gh 的这个 位置 等于0 and markgh 等于0 则呢我们就来 进行到这个试探 我们呢需要防 为了防止这个 重组原路的话呢 我们 需要设置一个这个标志 矩阵 需要设置一个标志矩阵 设置为这个定义这个 硬层 mark m加2 p加2 好的 他这个所有元素呢 都 初实化 为0 都初实化为0 好的 然后的话呢 在在这个 判断里面就算是我们试探 该方向 首先呢标记为 已访问过 标记为 以访问过 markgh 等于1 1的话呢是已经访问过的 判断if什么呢 h sick path 就是我们的这个sick path函数 这块呢就地归了 if sick path gh 就从这个位置呢 就从这个位置呢就来开始地归试探 从此位置 地归试探 就C二次 就C二次 Dirction, with there 方向,他这是应该是D 好的,当然我们这个seal art现在还没有那个什么,我们需要引用头发键 include else dream,然后是明明空间 using name space 好的 然后的话呢,就是如果试探成功 试探成功 就逆向输出,路径坐标 念出路径坐标 Return e OK 最后的话呢,我们 要回硕 换一行 换一个 方向 再试探 通向 出口的路径 我们 要判断什么呢 fx 等于1 and y 等于1 我们就seal art no path in math 没有路径 ndl 最后呢 Return 好的,这是我们的迷宫 问题的这个实现函数 实现函数 好的 关于我们的这个迷宫问题 他这个地规算法呢 我们就实现到这里 现在这里 大家呢就是着重的是理解他这个 思想 着重的是理解我们地规算法的这个思想 根据他这个思想呢 我们 在这个 面对 就是我们的这个 面试题的过程当中呢 千变万化的面试题过程当中 才能 以不变 应外变 好的 接下来呢我们来看本节课的这个作业 我们本节课呢讲解的是用地规算法来求解迷宫 问题 我们作业呢是用这个 用 非地规 算法 求解 迷宫 迷宫问题 希望大家下去以后呢 好好的完成我们的这个 用非地规算法呢 来求解迷宫问题 好的关于我们 呃迷宫 问题呢就是关于我们地规的这个迷宫问题 我们就讲解到这里 去 你